感谢你给我们这段宝贵的时间 继续从创世纪的亚伯拉罕的一生来学习 我们从他的今天 主求你恩待我们 让我们从神对他的呼召 以及他的回应 我们来开始看到信心的产生 以及看到主你在他一生中间 给他的带领 也借着他的所听到的 也思考我们对你的回应 思考我们所领受的呼召 谢谢主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真的是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 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 今天我们来思考的是信心的开始 那我称为今天的题目是呼召与应许 这个我们上一次先回顾一下 就是在第一堂课和第二堂课 我们谈到亚伯拉罕的生平 是从他整个的这个 这个创世纪的十大家谱中间 他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性的人物 他可以说是在创世纪 如果你把这十大家谱分成两大部分的 第一部分就是一到五 是谈到创造天地的来历 亚当的后代 罗亚的来历 罗亚三子的后代 还有闪的后代 第二大部分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 那第二大部分亚伯拉罕开始 他就被称为斯塔拉的儿子 那这也是这个圣经 是有很多人说圣经好像是西方的这个宗教等等 可是圣经实际上是一本非常东方的书 所以他很看重这个后代后裔或者是这个generations 世代是这样子的 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这个世代有极大的转变 这个转变就是上帝开始做一件奇妙的事情 要借着亚伯拉罕这一个人来拯救一家人 来拯救一族一国乃至整个世代 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 我们是说他是第六大世代 在双世纪中 起着这个非常重要的崭新的开始 所以他是以塔拉的儿子来纪念 所以从后面第六到第十五大世代 基本上都是跟他有关 塔拉是他的父亲 然后是玛丽 以撒 依嫂 雅各 都是他的儿孙 那是创世纪的十大家谱 那这是亚伯拉罕在救恩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同时我们在第二堂课 就又思考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亚伯拉罕是这个 他是作为塔拉的儿子 我们在他的生平中间 我们看到新约我们所展现的弥赛亚 实际上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从肉身来说 那从这个 我们从圣经以内的内在证据 就可以看到圣经见证了一件事情 亚伯拉罕的出身是一个偶像世家 他像世界上所有的人物一样 就是在他的这个世代 虽然有宗教信仰 可是他追求的仍然是世界上的美名 世界上的成就 而耶稣基督 他来是要拯救罪人 是所有 是要拯救所有为自己活 而没有为他活的人 让他们可以因信 耶稣基督而为他而活 所以从旧约 就见证了基督是这个 弥赛亚 然后他来是要拯救 亚当的后裔 也包括 塔拉的儿子 亚伯拉罕 也包括我们 那今天我们从 第三堂课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 亚伯拉蒙召的这件事情 我们会从三个部分 来看他这个蒙召的部分 也看到信心的开始 那第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上帝的呼召 上帝神是借着他的话 来呼召亚伯拉 第二呢 就是在呼召中所伴随着的是上帝的应许 神的呼召从来都是伴随着他的应许 然后第三我们就看到 在神的呼召以应许之后 他的信心才开始产生 他真实的信心 好 那在这个我们要了解神的这个呼召的重要 我们必须要知道在这个呼召以先 这个紧接着上下上文的 是这个巴比塔的事情 上一次我已经简单做了一些总结 今天我们要先看一下 就是在巴比塔中间 人有一个野心 这个野心呢 我就说好像人 所有人都想做通天教主 怎么说呢 他们说我们要 我们要 要什么 要在世界上建立城池 还有传扬人民 那圣经说这就是恶人 恶人是什么 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 他们所做的事情 虽然他们可能有宗教信仰 可是他们不是传扬真神的名 他们是传扬自己的名 所以在新约的 在旧约的诗篇中间 有一首诗篇 当马丁路德带来改教运动的时候 他们就非常的 他很喜欢这首诗歌 经常的 我觉得就很适合我们基督徒 说耶和华 荣耀不要归于我们 不要归于我 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 归在你的名下 我想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会发现人的赞美和诗歌 往往是赞美自己赞美的感动 而不是赞美神的 神是怎样的神 这是很可惜的 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赞美 是赞美神是怎样的神 荣耀归给神是怎么归给神 你要传扬神的名 是在诗歌中间 能够赞美神是怎样的神 才是更宝贵的 所以在这些 这些是巴别塔 这个上文就是 神为什么要护照亚伯兰 因为神告诉我们 人被造不是要传扬人的名 也不是传扬人的宗教情操 而是传扬神的名 这是我们亚伯兰 然后我们就开始真正进入这个护照 那这个护照实际上 我们知道 神的护照不是一次 而是重复的临到亚伯兰 在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 这个斯蒂凡曾经向以色列人 做了一个很美的见证 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在美索布达比亚 还未住在哈兰的时候 荣耀的是神向他显现 对他说 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 然后呢 在创世纪中间呢 在十二章以前就已经讲到 他既然是塔拉的儿子 所以在三十一节 十一章三十一节 还没有到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 他就说塔拉带着亚伯兰和罗德 并撒来出了迦勒底的乌尔 实际上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 虽然第一次在旧约中提到神具体对亚伯兰的呼召 但是解经家们说 这个呼召他所用的词是过去时 也就是说实际上神在这时候像亚伯兰讲的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的时候 他对亚伯兰所讲的并不是说这个三十一前面的十一章结束之后才讲的 而是说什么 而是说在塔拉三十一节 这张三十一节 塔拉带他出来之前神已经先呼召亚伯兰了 也就是说塔拉做的这件事情 就是带着亚伯兰和罗德从吾尔出来 乃是因为他受到儿子亚伯兰的影响 离开本地本族本家 所以神借着亚伯兰 借他带来一个新的作为 这个作为就是逆转 要传扬自己 传扬人的美名的巴别塔的堕落 要传扬神的名 所以在亚伯兰汉的一生中间 我们千万要记着 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榜样的话 我们就错误理解神对他的呼召 神对他的呼召是把神的名传扬 然后神的拯救的方式 是借着一个人 一个家 一个族 乃至一个国 影响万族 好 所以亚伯兰离开的环境是怎么样的环境 实际上今天 在这个 大概20世纪末 1922到1934年的时候 之前人们都以为 乌尔可能是在这个 今天的这个伊拉克北部 实际上后来发现 实际上乌尔是在伊拉克的东南部 也就是今天所谓的 右发拉底河的下游 是靠近波斯湾的地块 所以右边这个图 实际上乌尔是一个 后来在22年到34年 这个考古在发现的这个乌尔城的城址 城址的大部分都已经在海湾中间了 但是很多还可以把它的以前的结构 慢慢的找到一些 所以加勒底的乌尔在哪里 就实际上加勒底的乌尔就是在最富饶的两河流域的这个下游 就是建立城市 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城市 就好像今天的东方明珠 香港或者上海 这种最烦饶的这个发达 交通发达水利 然后农作物或者是商务商业 非常的丰盛兴旺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看到说 圣经说他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罗德 并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往加南地去的时候 这就好像从上海北京或者是香港往哪里去 往哪里去往西北往大西北去 可以是这样子的 他就是从一个极其稳定繁荣的地方 来去到有定居的城市的地方 去到一个过帐篷游牧生活的地方 所以你如果看这个沃尔城的这个建造 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城市 而且它中间有什么 有神社 有皇宫 有陵墓 还有大房子 还有港口 有两处的港口 所以这些都给我们看见 离开 对塔拉来说 对亚伯兰来说 对罗德来说 是一个不同反响的举动 跟那个世代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说我们今天从湾区 当然今天不太一样 假设比如说 十年前从湾区迁出去 迁到这个中西部 或者是迁到 我不知道什么地方 美国比较偏僻的 阿拉斯加 有点像是这样子的 好 那那乌尔的 他们怎么出 他们出来的路线是什么 路线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是从乌尔东南角 然后呢 他说 他们的目标是往迦南地 但是呢 他们先 因为地势的缘故 你看这个 这个是路的缘故 先走到哈兰 到哈兰的时候 就停下来了 就停下来了 我们以后会看一下 他大概停的原因 但是他后来最后的终点呢 就是亚伯兰在 他的父亲塔拉死了以后呢 又重新出发 到往东西北方 西南方向 从哈兰走到了迦南地 这是神呼召 亚伯兰离开 乌尔去迦南这条路线 好 那神的呼召 是很清楚 让他们去 要去迦南地 所以对 这个亚伯兰来说 他除了离开 是不容易的 他还要一个 就是要去 也就是说 他要通过他的行动 来回应神的指示 就是神要指示 他去一个地方 虽然没有告诉他 这个地方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但是清楚告诉他 这个地方 在什么地方 就是迦南地 所以亚伯兰的迁徙 就像刚才那条路线 经过哈兰 最后到了 他们所在的迦南地 这个左边 这些经文 也是斯提反 继续来向他的 父母兄弟来见证 以色列人见证说 就是亚伯拉罕 他们到了哈兰 就住在哈兰 可是在他附近死了之后呢 神使他从那里 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 所以我们看到 在他的迁徙的过程中间 他实际上 他有着一定的波折 从圣经来说 是就讲到 他停在哈兰 那从人来说 实际上发生了许多的事情 因为到了哈兰 实际上他们 圣经告诉我们 他一直到75岁 他才离开哈兰 实际上那个距离 虽然在人看来 只有700公里 但是这700公里 是等到他拉死了之后 他们才继续往西南迁移 OK 好 那神的呼召 对亚伯拉罕的呼召 就包括离开 包括去 那实际上从圣经的角度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号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 这个 他的迁徙 或者是蒙昭 实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号 这个记号就是 圣经说 人要离开 他的 对亚伯拉罕说 要离开他的故土 要去那个应许之地 实际上这个记号 就是我们所谓的圣洁 就是分开 他的本族 本地 本乡 去哪里 去神所规定的 就是他 目的是要归神 归给神 所以在这个 神呼召 亚伯拉罕中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属灵的含义 就是当人 听到神的呼召 来归向他的时候 实际上往往是让人 从一台熟悉的 环境 迁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为什么是熟悉到陌生的 因为我所熟悉的是 通常不认识神的环境 到陌生的是什么 是认识神 是更加 是一个跟随神的环境 因为我们所 敬拜 所跟随的上帝 他有他自己的文化 他有他自己的语言 他有他自己的生命的方式 他因为人被造 乃是要跟随真神 所以我们所谓的熟悉跟陌生 最重要的是 我们熟悉的是一个偶像的环境 陌生的是一个敬虔的 属灵的 跟随上帝的环境 所以亚伯拉罕 当他蒙召的时候 就符合了新约的耶稣的教导 新约的耶稣说 人为神的国 撇下房屋 或是妻子 弟兄 父母 儿女 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 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这是路加福音 十八章 耶稣说的 耶稣在 马普福音也这样说 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我和福音 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姐妹 父母 儿女 田地 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 就是房屋 弟兄 姊妹 父亲 儿女 田地 并且要受逼迫 还要再来世得永生 亚伯拉罕所蒙受的呼召 是离弃以世界为家的生活方式 到一个以上帝为至宝的生活方式 他虽然离开了他的故土 好像离开了大地 得到了天空 可是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 真正得到大地的 真是这位离开故土的亚伯拉 圣经在新约有一个更美的启示 就是说 所有的土地 最终是归给义人 在新天心意中 义人与神同在 有神的义同在 所以整个世界实际上都是属神之人的产业 所以当他以为离开故土 好像离开他曾经有的田产的时候 他实际上得到了 真正得到了 因为神的缘故 得到了神所拥有的一切 所以这是呼召的第一部分 就是牵扯到神是让亚伯拉罕离开 并且归向他 那第二部分就是在呼召的时候 神给亚伯拉罕一个伟大的应许 我说在神告诉亚伯拉罕去哪里 然后离开并且去的时候 他伴随着的是五个祝福跟七大应许 那这同样的我们从这个 2000年来的教会的解经家们跟学者们的研究 把这些都可以非常清楚的展开 这圣经是非常宝贝的一件事情 我们怎么知道呢 你看我们先看七大应许 应许第一就是土地 他虽然离开自己的故土 富饿的吴尔 可是他要去的地方呢 是有什么 是神将会在那里 以他为这个他所建立的土地 神的带领 是让亚伯拉罕得到一个新的土地 所以我们刚才引用的马可福音中 耶稣也说的 耶稣说你若为福音的缘故撇弃这些 你也会在今世得到这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亚伯兰采他这个听从神的 在神呼召的时候 就给他一个应许说 你要知道 我虽然让你离开你的土地 本地 但是我带你到一个更美的应许之地 所以有一位牧师他就这样说 他就觉得他就在评论这个神带领 亚伯拉亚伯兰离开吴尔到迦南地的时候 他就说实际上不论对亚伯拉亚来说 他知道一件事情 不论这块地在哪里 不论是他的地理位置是 比如说是贫瘠的山地 还是沿海之地 还是平原 这些都是次要的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那里是不是神应许给他的 如果是神给他的 那就属于神 就属于我们 如果神没有带我们到那块地 那块地就永远不属于我们 哪片哪怕上面 铺满了钻石珠宝 所以在亚伯兰 后来他到迦南地之后 我们会发现说 他也面对了很多的选择 那他是不是选择富饶的 还是选择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对第一个应许 就是土地的应许 神没有让亚伯兰空空的走 就是撇下一切 而没有得着 这是第一个应许 然后二三四的应许呢 我觉得我们就把它 在12章的第二节 给他总结为 大国大明跟大福 那大国实际上就牵扯到子孙后代 亚伯兰 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亚伯兰来说 一个极大的安慰 因为我们曾经在上一章 看到11章的结束的时候 看到说亚伯兰跟撒莱 没有孩子 没有孩子 所以当神跟他说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的时候 我想亚伯兰肯定做过许多的努力 他就知道说这件事情 实际上生养完全是出于神的 那神给他这个应许 对他来说 他就说既然要成为大国 一定要从他所生的 才叫 才是他的子孙后代 而且神说是大国 而不是一小撮人 所以这一个就跟神 让亚伯兰 我觉得对亚伯兰来说 他内心有一个饥渴 就是是财富不能给的 就是真的是他希望有后代子孙 能够继承产业 所以神给他再好的事情 这一代过了就没有了 对他来说 可是神说 我就要叫你成为大国 那第三个应许呢 是神说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这也是亚伯兰这个名字 亚伯拉罕 后来神给他改名 叫亚伯拉罕的时候 今天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知道 中东地带 不论是犹太人 还是阿拉伯人 当他们给他们的孩子 起名亚伯拉罕的时候 是带着非常大的期待 所以亚伯拉罕的名字 一直被人尊荣 那他说第四个应许是 亚伯拉罕也会叫人得福 那这几个应许都表现的 实际上所有的七个应许 都表现出一个特质 就是既然是应许 你就注意到 他没有条件 他没有说你做这些 我就做这些事情 而是说 而是说神一定会成就这些事情 所以这就是应许得宝贵的地方 当使徒保罗在新约的时候 就曾经指出来一件事情 就是亚伯拉罕所蒙受的应许 在摩西所领受的律法已先 律法是说你做什么就什么 你就会得到祝福 你不做什么就回到咒诅 可是亚伯拉罕所领受的应许 是比律法更宝贵的 所以说应许优先于律法 律法是因为过犯增多才添加的 所以今天我们当传扬福音的时候 我们强调的是神的应许的成就 然后这些应许呢 不仅牵涉他的个人 也牵涉他的后代子孙 而且呢 这些应许有看见的 也有看不见的地方 好 这是应许的特征 二三四都牵涉到大国 大名跟大福 然后呢 五六呢 是牵涉到亚伯拉罕 在他余下的一生中间 神一直会保护 保护他 这个保护就是说 祝福亚伯拉罕的 亚伯拉罕的 神就祝福亚伯拉罕 咒诅亚伯拉罕的 神就咒诅他 这是一个极大的宝贝的应许 这就是好像说 亚伯拉罕你走到哪里 只要跟你做对的 就是我的对头 但是只要对你好的 我也会对他好 这是在旧约的时候 神就显明 他是那个全地的主 因为他绝对不可能 只是右发拉底 或者两河流域 迦勒底的神 他必然也是迦南地的神 也是全地的神 神启示他自己 是这样一个全地的神 那实际上在亚伯拉罕的 在创世纪 或者是后面的旧约中间 我们就会发现 凡是跟以色列人 抵挡以色列人的 都受到了神的咒诅 但是凡是好好对待 以色列人的 都有神的祝福 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 就是如此 然后呢 像今天我们看到 美国所领受的 这个福气 实际上也有同样的 他们说美国之所以 在这个 过二战之后 一直有这样的福气 实际上跟美国对待犹太人 一直都没有去迫害犹太人 很有关系 当然大家都很知道的 就是二战时候的这个 重水之战和原子战的 这个研发的这个 competition 我在前两天的家庭敬拜中间 跟这个我们家两个儿子 就谈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知道二战的时候 像纳粹德国是很有可能 应该是在技术上很多地方 更早可能会把原子弹研究出来 可是后因为迫害他们 迫害犹太的科学家 所以犹太科学家中许多有名的 跟原子弹研发理论的物理学家 都跑到美国来 所以美国后来居上 因为神的手在后面 后来居上 然后呢 除了重水之战 把这个纳粹德国的重水 给这个破 短时间内 短时间内不能够研发出来之后 那么美国就早早的 把原子弹给研究出来了 好 那这是神给亚伯兰的 第五第六个应许 而第七个应许呢 我们称为弥赛亚的应许 那这个应许 从亚伯兰来看是最模糊的 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那这个福气是来自神的 但是福气的管道是亚伯兰 我不知道亚伯兰在听了这句话的时候 是不是很清楚 实际上很多人都不清楚 包括今天的犹太人可能都不愿意 很多的不信耶稣的犹太人 不知道这件事情 什么是借着亚伯兰得福 实际上这里就谈到 亚伯拉罕的后裔 耶稣基督将要使万民蒙受救恩的福气 所以这再一次给我们看见 这个神所赐的这个 这七大应许是非常宝贵的应许 那我们这个隐藏着的 我们说这个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之后的第一次更清楚的把福音表明 就是居然有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人 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 可能会造福全人类 造福全人类 那这就是指向了耶稣基督 那除了七大应许之外 我们也看到说上帝赐的有五大福气 那这个五福呢也是在一二三中间的 刚才是从神的主动说 我必我要我等等 他主动做的七大应许 而这个呢是谈到五个福气 这五个福气 我们可以分成 简单解释一下 第一个就是直接赐福给亚伯兰 第二呢 亚伯兰是叫别人得福 所以亚伯兰是一个福气的管道 就好像犹太人 亚伯拉罕的后也可以使人得福 然后为祝福亚伯兰的 那神就祝福给他 然后呢地上的万族都因他得福 那这个五个福气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这五个福气逆转了 在创世纪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十一章 中间的五个咒诅 而那五个咒诅是来自神的咒诅 那哪个咒诅 哪五个咒诅呢 第一个就是 蛇引诱亚当犯罪的时候 神对蛇的咒诅 然后呢又谈第二个咒诅呢 就是神对什么 地的咒诅 因为亚当没有听从神的话 所以地因为亚当的缘故受咒诅 然后亚当终身劳苦 才能从地理所持的 第十七节 然后呢还有一个咒诅是什么 就是该引杀死亚伯 所以呢该杀人的人 必要从这地受咒诅 创世纪四章十一节 然后地接下来呢 是这个神咒诅挪亚 不是不是咒诅挪亚 是咒诅大地 因为人没有离开神 不再敬拜神 只有挪亚一家跟随神 最后一个咒诅 是这个迦南受到的咒诅 因为他的父亲含犯的错误 可能是也跟迦南有关 所以在《创世纪》九章二十五节 所以神的五个咒诅 被神要借着亚伯拉罕 来扭转这个祝福 五福来扭转祝福 扭转五个咒诅 表明神对人的恩慈与怜悯 最后我们来看 借着刚才的整个的 这个七大应许跟五大祝福的时候 我们看到说圣经提到了 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回应 信心的回应就是 这里我们再一次提到斯提反的见证 在斯提反的见证中间 他这个图是错误的 斯提反在他被他的弟兄们打死之前 被犹太人迫害之前 他就是谈到说一件事情 就是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 神呢让他离开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看到信心的开始 必须来自神的话 特别是从亚伯拉罕的生命中间 我们看见这件事情 就是神的话临到他 他才有真的信心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说 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开始 是从神说 神主动告诉 但神的说呢 是在这个对亚伯拉罕所说的呢 是没有全部讲完 只是给他祝福应许 但是他做什么 他必须要有信心回应 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说 神的话成为他信心产生的开始 所以他的信就有了 然后他才可以回应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主妇去了 所以这也是从侧面 从旧约就见证一件事情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那你说亚伯拉罕他听到是神的话 怎么可以说是从基督的话 我们知道基督就是神的话 基督 is the word 所以说道成了肉身 所以所有的道 神的话都是什么 都是这个耶稣基督来传扬的 传达的 所以在创造中间的时候 在创世记的时候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然后神说 然后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在那个短短的两三节经文中间 就有着三位一体的真神 因为有神说神在那里 父 然后神说的话要有光 那个话就是基督 就是耶稣在这个道成肉身 成为人的样式 以前的存在圣子 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所以圣父圣子圣灵 在创造的时候就什么 就显明他们是做同样的 他们是有着同一个作为 重要的作为创造 好 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这样来的 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什么 神的话来的 神的话就是道 就是神的呼召 对他的呼召 所以今天神对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来因信而归信 耶稣基督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们的信心的之所以能产生 真的信心的产生 一定是从神的话来的 很多时候我们说人的信 是好像人的愿意 实际上愿意是重要的 但是人的愿意愿意什么 一定是对神的话的回应的愿意 人的愿意若是出于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我信神是因为上帝给我大米吃 或者是圣地让我有子孙后代 那这样的愿意实际上还不一定是真的信心 因为这个信心还是建立在神能给我什么的基础之上 而不是建立在神是配得人的跟随 遵从赞美敬拜和为深的 所以真的信心一定是出自于对神话语的清楚的认识 然后与跟随 好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这样的一个出生的信心 表现在的地方就是说他没有一步到位 他怎么样他离开迦勒连之地离开了 但是他去的时候呢住在哈兰 这句话就听读起来就很别扭 他应该是走到迦南地啊 怎么就停在哈兰 而他父亲死了之后呢 斯提反说神才让他从哈兰搬到迦南之地 搬到以色列人犹太人应许之地 所以这也是再一次给我们看见 一个人的信心就好像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 他要经过一系列的考验 经过一系列的经历 然后呢才能够真正的成熟 所以亚伯拉罕的信息也是如此 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一步到位的 他的生命必须 他的属灵的生命是经过成长 经过操练 经过失败 也经过这个得胜的 才有得胜的 好 所以当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说 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真理 就是神的呼召是伴随着一个应许 这个应许是弥赛亚的祝福 这个祝福 我们今天之所以去思考亚伯兰 并且从他学习的 实际上从某一个角度 就是说我们尊崇 他们说为你祝福的 我也祝福他 那个两个祝福是不一样的祝福 中文翻译都是祝福 实际上前面那个祝福呢 就是honor 就是尊重亚伯兰的 所以当我们今天来一同 借着亚伯拉罕的生平来学习 神对我们的期待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尊重亚伯兰 乃是因为什么 乃是因为借着他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 借着他 我们可以领受神的祝福 所以这也是在神给亚伯兰的 这个应许中间的 七大应许中最大的那个应许 五个祝福中间 那个最宝贵的祝福 就是什么 我们领受的福气 是借着耶稣基督 弥赛亚的救恩 所领受的福气 这个福气是最大的福气 因为在这个福气之中 一旦人有了救恩之后 所伴随救恩 所有的一切都有了 儿子的名分 天上的产业 今天的这个神的同在 还有在基督里面的那种喜乐与平安 所以在旧约的时候 跟新约的时候 不论是旧约的亚伯兰 还是新约的我们 实际上我们跟犹太人 我们都可以讲一句话 让他们产生共鸣的 我们都可以跟他说 We are the redeemed 对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来说 他们说他们被redeemed 是从埃及被救赎 我们才知道埃及被救赎的 那个真正的实际是十字架 所以我们是被救赎的 We are the redeemed people 我们是被救赎的新约的基督徒 旧约的亚伯兰也是被救赎的 他们被救亚伯拉罕被救赎 是借着什么 借着他信心仰望耶稣基督的日子 所以我们后面会提到 他怎么去用信心仰望耶稣基督的日子 实际上下一堂课我们就会提到 所以今天我们来思考亚伯拉罕的时候 我们真的说亚伯拉罕的祝福 当我们尊重亚伯拉罕 仔细看他的生平的时候 我们就什么 领受同样的福气 这个福气是神给的福气 同样的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福气 在亚伯拉罕的一生中间 有一个特别奇妙的作为 就是如果你看亚伯拉罕的生平的话 他的生平也是一个对称的结构 他曾经是在外邦的环境中间 然后他自己出来 到了迦南地以后 建立了有一个家业 有一块土地 然后在他死了之后 圣经告诉我们 他的子孙后代又影响到 他周围的国家 以及外邦的产业 所以在这个福气中间 在这个最大的福气中间 有一个很重要的福气 就是说这个福气 不仅仅是到我们身上 而且是什么 我们领受的这个福气 也要把这个福气去传扬给人 我们不是亚伯拉罕血肉的子孙 我们的这个弟兄 我最近有些头发在掉 在想哎呀 我要是这个中东地带就跑了 如果是中东人的话 他们的毛发很多 他们就有很多的 你有这个中东的DNA 你就有毛发长得很多 可是我们领受的福气 也同样是亚伯拉罕的福气 什么福气 就是基督的救恩 所以我们所领受的福气 是要传扬给别人的 所以在这个亚伯拉罕的福气中间 有一个非常宝贵的见证 就是说什么 我们领受的福气 是传扬给万邦的 因为神的旨意 不仅仅是让亚伯拉罕 肉身的子孙得福 也是让所有效法亚伯拉罕 信心的你我得福 然后我们去传给人的那些人 他们信了之后 也会什么领受亚伯拉罕的福气 所以在短短的三节经文中间 我们看到一个了不起的 大使命的呼召 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 这个七大应许 跟五大祝福的高峰 就是祝福 祝福给万族万民 所以这是呼召与应许中间 我们看到说 神借着亚伯拉罕 要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 逆转人类被咒诅 然后给全人类带来祝福 这是神奇妙的作为 只有上帝才能够做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许多事情发生 真的是 我们只能为神的作为感叹赞美 好 所以 这就是前面有提到的七大应许 都是说我必我要 OK 好 今天我想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就是呼召与应许 亚伯拉罕的祝福 灵导万族万民 灵导万族万民 好